為什麼今天很熱鬧 當然啦 行花市啊大哥 不然走一走就來到這裡 一場來到就要介紹我兩位同事 啊 同事而已 我以為是朋友的啦 我以為是兄弟 我清兄道弟跟你燒王子斬雞頭的啦 這些不能出街啊大哥 不好意思啊 這裡附近很近景處啊 我看周星馳他這樣對白我學他 我們也記得帥哥的 我們介紹一下他有Kawai ув 漂亮女孩 哇 你這樣講的當然要貼的啦 就是Kaka啦 還有張啟樂 Ben今天開心的 為什麼呢 已經過年了 你知道一定要兒子一堂 團年飯我來食啦 純粹要聊聊天啦 加上兩位我們心目中都是 都是怎樣的 歡樂人物 開心哦 我以為你說兩個字 你們兩個差不多 你們兩個人加起來差不多整個魚女 差不多整百歲 你不要在那邊說 阿卡又說我 我很怕他用電堂來形容我 在這個界面 擺明是電堂 你說兩個字 那當然你又用什麼街 不是電堂你想要靈堂 真的很害怕 你明白嗎 那你給我早點入行 你十多歲就入行 那又紅了 這些是你的天之高 剛剛這兩位我們的嘉賓 他們兩個人加起來 我想一集不行就要做兩集 為什麼呢? 逼你們一定要 不是啊大哥 最多阿宋門吉給你不要吵 阿宋門吉給你不要吵 因為你們兩個 那我簡直是整個娛樂圈 你們兩個真的接近是遊走過了 我說一句俗一點 是玩過了 我除了街市還沒做過 我還沒出生 街市你去娛樂圈 你去過哈利活嗎? 你去過玻璃活嗎? 我去過哈利活到 廣場 不是哈利活到廣場 是哈利活到廣場 都去過的 買古玩那些我都去過 尤其是阿卡最威風 有一段時間 一定 為什麼呢? 因為你經歷了 現在沒有人聽電台 說真的 你說聽電台的人都很 我覺得 有點偽善 為什麼呢? 好像都 好像上一個世紀 又跟年輕人問了 你有沒有聽電台? 上一個世紀 上一個世紀 是啊 五六十年代 涼茶是好時候 那不是 現在很多人問這些年輕人 你有沒有聽電台? 沒有 一定沒有 但是阿卡又經歷過 光輝的年代 是嗎? 也有些 我進去的時候 還在車邊 你不是車邊的 都是 因為我覺得 你經歷輕衰 我覺得 這個叫做 最光輝的時候 是我去聽周惠敏 黃海勤 陳凱琪 那些年代 鄭丹瑞 林珊珊 八十年代 然後 我開始讀中學 或者御科的時候 就已經去到羅啟生 陳漢詩 這些 糟了 你說什麼 陳漢詩 鬼妹來的 換鬼妹 換堂班 然後還有就是 到我進去的時候 就是他們後一代 有什麼人 你那一代 我那一代有周國鋒 我 梁逸倫 現在說了名 周國鋒是你後代 不是 那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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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代 真人自謀 我選一代 因為他們已經說了後代 周國鋒 周國鋒是後代 不是 後一代 我們說是 好過年代的後一代 同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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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這些 就是 李浙江 哇 李浙江做到今天 都是在香港 幸好我已經不是做這個電台 那一代 那時候我們經常說電台很威風 勁在怎樣 香港電台那時候應該很厲害 有些人物雖然沒有做 但是都響當當 阿卡 你說哪些先 很多人都響當當 你剛才說過幾位 周國鋒 曾經主流 嘩 告訴你 周鋒快升到廣播處長級了 就是 那時候廣東歌 很多時候 他都是他 現在 這些都是未來 他在問你那時候 我那時候 都是響當當 我就跟阿車淑梅 哇 夏妙賢 哇 這些是我的師父 是啊 我就跟他們出來 難怪你的團聖這麼有一套 是啊 很像他們 戒的都戒不了 你有沒有做過神光第一線 哇 我做了六年神光第一線 我回六點鐘的 你有沒有聽過大 我就是沒有聽 所以就問你有沒有做過 因為現在很尷尬 有時候 神光第一線沒有人聽 最慘 因為換了一些主詞 又沒有在 對 這個絕對不同 我覺得 現在那些小朋友 他們不喜歡 聽很死板 只是讀報紙 因為我以前那個年代 為什麼還要讀報紙 給他們聽 都是聽一些 最新的資訊 我不用打開一份報紙 我聽一份聲音 我就已經知道了 現在只是拿個電話出來 按兩下 當然 就已經有齊了 我又不用固定時間 是 我不用聽的 靈活性大了很多 科技發達 其實也很影響整個演藝圈 娛樂圈的生態 以前不論電台也好 電視也好 你一定要固定時間 是 你錯過了就沒有了 後來也叫做有一個錄影機 你還要買一部機 又要按時間 有成本 但現在真的不需要 有誰沒有智能電話 誰家裡沒有電腦 你隨時隨地都可以拿到資訊 拿到娛樂 這個是最影響 一直以來娛樂圈的生態 這個是最大的影響 我覺得 我覺得我自己走得快慶行的 因為那時候 他們灌了我一個稱號 叫我做車屬梅的接班人 哇 恭喜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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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就壓力很大 有一個光環在你的頭上 對 那時候壓力很大的 因為要做車屬梅的接班人 我要問一句 你不知道你這樣 如果這樣 通常 你知道 前輩多數都是方丈來的 你做他第二 那不擔心 因為那時候宋梅姐已經說 她要退休的了 她已經想定了 多久之前 多久之前 但現在還未退 還是舊日的足跡 她曾經退過一下 接著之後 又按來不住 一台就請她回去 做這個舊日的足跡 是啊 做了很多年了 舊日的足跡 是啊 Beyond也不知道在哪裡 但她現在還在做 是啊 所以我一直跟自己說 我不想這樣 我不想 只是在電台那裡做 但是 那時候你的官台 就是香港電台 是不是特別保守一點呢 就是 當然了 你都未試過開會的時候 那些東西 怎樣 真的 我可以說一點點 開會的時候 它有一個指引 說有些字眼 你基本上是不可以說 現在這個網台來的 我可以示範一下 不是錯 譬如 捉蟲入屎乎 又或者是 大鑊 現在忍著說 你都不可以 是啊 或者是 仆街 這些字 都不能說 但是 為什麼 會說 捉蟲入屎乎 不行呢 我其實不知道 說你 他就說 第一我是女生 第二 他就說 整件事 其實是很有意境的 很有意境 很有意境 發生的時候 這個典故 這個東西出現的時候 為什麼故事會這樣 人們會說 這樣 其他有什麼都不能說 屎乎撞棍 都不能說 是啊 如果真的屎乎撞棍 都不能說 是啊 真的不行 你要全部說江門 江門碰著 彭子 誰是彭子 彭子 彭子 一個棍 是啊 是啊 我真的收警告 因為這句字 嘩 這麼恐怖 然後我就說 搞錯啊 雙台心理小儀 都有說 有些字 為什麼我說不行 那些局長 或者那些高層 是不是有些板著的 Kawaii 我們是官台 我們是教育 不是 他是 Kawaii 其實呢 有些事情不能說 這樣去 但都給了警告你 是啊 他就說警告 然後 我想我是港台收到警告 最多的DJ 啊 我除了這個收警告之外 我多事做到收警告的 嘩 為什麼 因為港台呢 譬如做事的時候 因為要很小心 他有一些是政府的公務員 有一些就是contract的DJ 就好像藝員那樣的 但是因為你是銀員身份 不過你都代表著港台 所以有很多job 你在接的時候就要申報 譬如你跟一個商場做秀要申報 你做過MC多少錢 裡面有什麼歌聲 然後我有影韓美女 所以 所以 慢慢來 其實我們應該分開 分開談 就是有很多洗臉機 或者是減肥產品 那時候都說 可不可以叫你幫我拍一個片 然後就放在雜誌上 登下這樣 不行的 就是說 因為我是港台的身份 所以如果我去做這個 洗臉機的廣告 或者是一個美容院的廣告 我endorse了這間公司 就好像港台 支持了這件事 所以他不讓我做的 就算那個錢很多 然後我都不可以接的 那時候不是很不開心 有的 有不開心的 所以因此在那個年代 我已經想 就是說 我怎麼可以快點走出這個地方 去別的地方 自由些 但是那時候 覺不覺得自己已經有種飄飄然的感覺 啊 我都 叫我紅阿姐 是啊 很多人都認識我 那時候算不算呢 我又沒有飄飄然的 我是 因為 上士呢 我都很久之前 經常接觸一些上士 很怕我一會兒扯鼻涵 不是啊 那些上士說我呢 年少得志啊 因為我壓高啊 他說你很快就出名了 我那時候入行 做娛樂節目呢 那不是要請一些什麼 李承澤啊 林炳南啊 那些上來的 那他訪問的時候 他會幫我 你聽你兩句 這些啊 你少年得志的了 他都壓高啊 所以他應該是年少的時候 就已經出名了 是 我知道啊 我很小時候認識他 真的 你問一下他吧 他睡覺的了 我睡了 我真的 你快問一下他 是啊 我給不到反應了 你是不是亞視訓練班 是啊 叫做 第幾期啊 沒有第幾期的 沒有嗎 沒有第幾期的 沒有第幾期 真的沒有第幾期 這麼有趣 我那個可以說是 就是 亞洲電視 現在他又翻生 是啊 他翻生 我不知道他之後 但是全部都是無線人 他現在翻生是無線人 就是搞那些是無線人 他現在翻生 他會不會再有這個 所謂的藝人訓練班 或者有些事情 我不知道 但是在他 執行之前 就是之前的前室 我那個應該是 歷年 五十多年以來 最後一次搞這個所謂的 藝人訓練班 那時候 一接了你之後 就倒閉了 那個訓練班 大哥 不關那個訓練班的事 不是那個訓練班倒閉了 而我那個時候 那個所謂的訓練班 他又不是叫藝人訓練班的 他又叫新型人 什麼培訓計劃 那樣 這麼像那些上天 就在天堂那個 蕭生叔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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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OK的 收那些人 01年的時間 除了你之後還有哪一天 你全部都不認了 蛤 真的啊 我肯定你不認識的了 即是沒有人在做這行 我想頂籠都是只有一個 但是我說過名字出來 你也不認識的 這麼大件事 通常都很自豪 說出你的同學 說出你的同學是誰 這麼令人害怕 沒有啊 真的沒有 那讀了多久 一年了 那時候有沒有錢 什麼一年 說三個月而已 三個月就畢業嗎 是啊 每個星期就是上四課五課 但是每課只有兩個小時而已 學什麼 是啊 未考試我就要簽約的了 哦 證明你可以 我不知道 可以還是不行 我覺得是一個洞 那時候 簽完之後 我就覺得是一個洞 不是 但之前才是禮牌的那些 喂 會不會這麼老套 你沒有想著進這行 又是陪朋友去考 跟著你的朋友不行 其實我已經進了行三年了 那時候已經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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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間經理人公司是 STAR EAST 哇 我是那時候在那間餐廳和disco 那裡唱歌跳舞的 哇 99年開始 那你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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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前身是什麼 這麼厲害 已經唱歌跳舞 是 學過什麼這麼厲害 他會怎樣入學 我一直都是唱歌的 哦 我就從小到大 我都很喜歡唱歌 是 那我經常去參加歌唱比賽 嗯 一直都在那裡發歌聲夢 是 我很想唱歌 嗯 很想出唱片 嗯 一直在那裡追尋這個夢 是 那但是 都知道沒有那麼順利的了 我家裡又不是有錢 又不是有背景 是 又沒有認識任何人是做這一行的 嗯 那讀書成績又不是好 我記得那時候中五畢業的時候 那想著考演去學院了 是 那我 所有interview都過了 嗯 因爲他有三個interview的 那第一關過了 跟著再叫你去第二關 又過 跟著再第三關 是 跟你聊天 那跟著呢 我就收到一封信 是 就waiting list 爲什麽呢 原因就是我那年中五會考那張成績表未出來 哦 他要等我那張成績表 因爲入演藝其實跟你入大學的資格一樣 又要你不知道多少科學價格 又要多少分 那樣 那我很記得的 拿完成績單那天呢 我回到家裡沒多久呢 他打給你 APA打來了 真的打給我 你收了一張成績單沒有 我就收了 那幾分呢 我說兩分 哈哈 那就不用看了 就是成績差 那很失望 那沒辦法 是明星夢 我不是讀書材料 我不是讀書材料 但我覺得演藝為什麼一定要是科學的 因為它有很多理論課程 還有很多歷史 就是你要讀戲劇歷史 或者很多劇本是英文來的 你要懂得理解的 英語水平很高的 是的 是的 語文能力 英語水平 它要有一個標準的 所以沒辦法 那你一定要有上一段時間的學歷 你才可以進 這樣就進不了 那同期呢 同年也有那些藝人訓練班 當時還是有華星唱片公司的新秀歌唱比賽 我現在全部報了 那當然 那麼久以來那個經驗不足 就是舞台上的經驗不足 我也沒有一個大人貴人指點 有沒有學過唱歌呢 有有有 學唱歌是有的 有的 學唱歌是有的 但是因為 始終娛樂圈 演藝圈 就不是說你唱歌聰明就可以的 哇 那有很多樣東西的 這些要深深體會 是啊 就是很簡單 我站於台前你的presentation 你的包裝 你的眼神 一舉手一頭捉 就是你唱得硬勁都沒有用的 有時候你要各方面的東西配合 那我就是欠缺其他東西 我只是懂 就是我不敢說自己唱得好不好 但是我除了唱之外 我就沒有其他東西 所以那時候一定不成功的 不成功是很理所當然的 好 然後中五畢業 又沒有機會了 那怎麼辦呢 就出來做事 就是逼著出來做事 好 這一部分先停下來 回來看看你怎樣做事又怎樣 聽話要聽索馬你 喂 我是譚炳文 第二節了 繼續 怎樣就怎樣 不好意思 醒醒醒 醒醒 這樣才厲害 這樣才厲害 這些就學到東西了 五隻小米哥 不用棍棍來的 我們慢慢來的 我都是軟棍來的 哈哈 打不完的 OK 那剛才你說唱歌 怎樣可以 後來可以進去Star Easy 怎樣入行 出來做事 做事其實 因為那時候挺開心的 做事 九五還是九六 九六 九七前 那就是九七前 打那份工 他就叫你回十二點半 就放八點半 八個小時 但我永遠都遲到和早退 但那時候我是月入兩萬元的 哇 什麼工啊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那麼厲害 那時候那個產品 買得成行成市的 我就是買那些自典機 哦 我真的不用做 站在那裡有錢收 加上你這麼想騙口才 沒有啊 說也不用說 那些人 那些人自己 因為劉家傑 那些人自己扔過來買 那時候 那所以就因為 連少得志 所謂的 十幾歲仔 你不用做 你就這麼多錢 那當然是 把自己的理想 放在一邊 那突然間有一天 公司發生了某些事 即不是公司的事 我自己 即是那個部門的一些事情 那突然間令到 咦 原來 即是 不是說 一路永逸的 又或者這些事情 不是一生一世的 會有危機的 那就在那個危機的時候 我就想 其實我有事情想做的 那我就把心一橫 就走去辭職 但是我什麼後著都沒有 二萬元 兩萬多 有時候 那個年內兩萬多 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但是就 不知道 我覺得 這裡不是我的地方 我有地方等著我去 這麼厲害 我好像聽到神的呼喚 那樣 立刻辭職 然後沒有多久 我爸爸跟我說 他說 喂 收音機那裡 有個叫做 什麼 喜劇訓練班 那你都是想入娛樂圈 那你就拍戲 然後再去唱歌 這樣 嘩 你爸爸好知道你 真的 然後我就 好吧 隨便去 原來那時候是什麼呢 就是喜劇之王訓練班 尊詞 他爸爸是聽商台的 很明顯的 後來大家都知道 其實那個整個是一個 promotion 推廣那套戲 但是 因為入了這個 喜劇之王訓練班 就認識一班 所謂的志同道合 而那班志同道合 大家都會發明星夢的 那因為 以前就只有我一個發 現在有一堆人在那裡 我認識了 那大家就會有些消息互通 那邊有得跑龍套 有得做佬想 行行騎騎 或者哪個導演開戲 有Casting 那些人我們就互通消息 我以前就完全沒有這些關係 因為上完我的訓練班 認識了那些人 就開始有這些關係 那有一天 其中有一個人打給我 喂 又是聽到收音機 喂 我聽到收音機 就說 有一間不知道什麼公司 就說 你喜歡表演 就去排隊 他請人 不論你 刀槍劍擊 跳火圈 踩鋼線 就是你喜歡表演 就可以了 那我就去了 我還記得 在美國銀行中心 那時候應該是1998年 的12月 我忘記了 12月28日 剛剛過了聖誕節 他說 早上10點 去排隊 早上10點開始 我去到的時候 已經排隊 差不多過去立法局 禁制 哇 很厲害 很厲害 結果我排了六個小時 才能進去 蝕了氣 六個小時 那時候年輕 沒那麼快蝕的 去完就馬上回來 很快回復的時間 你十幾歲都是這樣 然後進去 一張場桌 一班所謂的 不是所謂的 他們是評判 但是那些評判 你全部都認識的 什麼人 譬如有 蔡一志 張感情 張感情 然後蔡中間 叫曾志偉 哇 老爺 全部都是 你認識的 你認識他 他不認識你 當然是害怕 然後自我介紹 他說 自我介紹完之後 那你做什麼 我還記得是志偉哥問我 那你做什麼 我說 我以前是做銀行 那現在呢 就做軍人 是啊 做軍人 啊 做軍人 什麼軍啊 我說 香港有一隊軍隊 就日益龐大 年齡就介乎16歲 至到65歲 男女朋友都有的 那這一個軍隊叫 失業大軍 我們是公子 然後他就說 這陣子真的有多少 那你有什麼表演 我說唱歌 開始有興趣聽聽 那我唱 唱完之後 好 那你回家等消息 我以為他會叫 打王 誰都沒有贏 打王 那一次之後 他真的好像演藝一樣 有三次 有interview 這麼厲害 三次 我還記得 最後那一次就是 勒哥秀姑 校長 好像 是不是B哥哥在那裡 我忘記了 總之有四個人 就坐在那裡聊天 真的這麼近距離 然後問你有什麼抱負 有什麼興趣 有什麼不介意 這個 那樣 那我說 不要緊的 校長 你給我唱歌 我怎麼都可以了 我一定記得歌詞 哈哈 哈哈 這句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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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危險 然後 真的收到電話 他說入圍 入圍 然後怎麼樣呢 入圍 我們有二十幾三十人 每天 那時候還有升工廠 在九龍城升工廠 那裡就訓練 學跳舞 跟著跟老師 跟麥杰文學的 那時候麥杰文那裡 學唱歌 有一些儀容 禮儀 學化妝那些給你學 學完之後 又有個考試的 是 考試之後 就真的叫做正式取錄 那時候 我們就 我們經常說 自己是十三條粉腸 就有十二男一女 十二男一女 是的 叫做被錄用 就在他們那間餐廳那裡做Entertainment 是 那當時 就是現在 還有三個都還在這一行 在我這十三個人裡面 那三個 就兩個字而已 那個發音 叫做E-Kids 噢 外長來的 曾經在電視上 那時候 我們就是 一起在那裡 就是大家就在那裡出來 就在SAR-East那裡 那這個就是我入行經過 但為什麼 什麼機遇 原來E-Kids 後來也有 捧過他 為什麼不會捧你呢 因為他們應該這麼靈活 那個型人應該可以 可能你是不是要入E-Kids 老老實實 老老實實 他們有 有想過的 有想過的 那時候他們就有個 四人組 五人組 三人組 就捉了我們 去拍照 那五個組合會是怎樣 四個組合會是怎樣 三個組合會是怎樣 而 在五人組裡面 我最 金字塔由最底數 五人組裡面 我就是最高大那個 是 我年紀又比他們大小小 但是那個所謂大小小 就是一年兩年 那時候我已經有二字頭 剛剛二字頭 他們還是十幾 所以年紀我大一點 但是外型來說 因為我始終這麼高大 那我的樣子其實就 就是除了 這裡有小小皺紋 開始出來之後 其實我的樣子沒有什麼 所以說呢 我二十年前 就已經是長得這麼老 那樣子 那樣子 那他們真的就 小朋友的樣子 那可能也是因為 這樣的緣故 就是老闆 見到 不是很合 都是做他們三隻猴子 結果E-Kiss就這樣 那我就沒有做到那個組合 真的很幸運 那你失不失望 那時候你不知道 那時候真的不知道 那時候真的不知道 C-C C-C 嫁了外國人 三混合 但是那一班 就不是跟我們一起的 就是E-O-2 不關你事的 不關我們那一班 十三個人 是的 E-O-2是Danser 選選出來的 總之 我們十三個人 就在那間餐廳表演 我還很記得 那時候 一本便利 有登過我 因為我在那間餐廳 就扮時應 就拿著一個托盤 譬如可能 那麼巧小米 你在那裡吃飯 叫了兜羅送湯 我就扮補盤 拿著兜羅送湯 就走到你那裡 但是我一邊走 一邊唱卡門 走到你那裡 每晚都是這樣 真的 那其實 如果聽你這樣說 都應該是學到東西的 學到 學到 我以前不知道 我自己會做主持的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完全是Star East 給了一個機會 我去嘗試這件事 因為那時候考試 我也記得的 考試 我們那時候的經理人 那時候還沒簽 那個人跟我們說 我們接下來就考試了 至於那個模式怎樣 你們自己談好 你們這三十多人談好 那 個個都只是想表現自己的 我想做什麼 我想做什麼 然後又扔很多想法出來 各人有不同意見 那時候很幸運 在那幫人裡面 那裏有兩個 我比較談得來 而那兩個剛好 都是演藝學院出來的 只有那兩個 是演藝學院出來的 後來去了 友善做兒童節目的 這兩個人就是 那兩個人又大過我 有些事情就教一下我 我們大家一起分享 我說不如這樣 其中有一個人就說 剛好那段時間 是金像獎頒頒獎禮 我說不如這樣 我們自己又搞個頒獎禮 那跟著呢 我們就當我每一個人都拿獎 就出來我們自己表演自己 那跟著我們三個就在想 喂 他們這樣做的時候 也都沒得反的 我說不如這樣 我想到的 我說他們肯定 這個又說唱歌 那個又吞劍 那個又跳火圈 那樣 沒有人會想到有一個位 叫做主持的位 那我們就做這個頒獎典禮的主持 去串連這麼多個人 請他們出來表演 但是會虧的 對於會不會 那時候會這樣想 會虧的 這條條件還要是我想出來的 我說虧什麼 整場show 我們控制的 控制時間 中間做任何事情 他們控制不了我 我喜歡在中間 無端端唱兩句歌 我說不需要唱一首的 唱歌 點到即止 你唱兩句 原來你這傢伙會唱歌 這樣就可以了 我那時候已經有這樣想 那時候如果聽你這樣說 你比同企人很早熟 有很多 已經很高張了 已經知道這個位 我有機會爆了 他們還猛成成 這樣嗎 你做主持的 是 他們是這樣想的 結果全部人都真的這樣想 我們三個還自己排了 三個自己的開幕 跳出來 跳著唱著出來 然後才開始這個頒獎 請他們做個獎 他們那一刻才知道虧張 沒有辦法了 考試演 你後台有沒有抓影 沒有 沒有 那個經理人有跟我們說 那個經理人叫Terry 以前帶羅文武士 Terry 我不記得的 完了 落到樓下 其他人都散了 Terry準備走的時候 轉過來看著我們三個人 你三個醒 做主持 然後就走了 哈哈哈 那 後來聽到你都幾有成績 怎麼樣離開 Star E時 為什麼離開 因為餐廳就倒閉了 倒閉了 對 有一點時間做不住 倒閉了之後 公司就簽了那麼多人進來 我又不知道 可以給你做什麼 我已經準備搞E-Kiss 又有EO2 又有陳文門 又有李龍儀 那餐廳又沒了 好了,我又沒有一個舞台再給你了,其實Terry對我很好 他說如果你有地方走的,那你走吧 這些不是好,大哥這樣說 其實真的好,他放走我,與此同時我真的有另一個地方 為什麼呢?那時候就在Style East那裡 他內不內都會再給我們訓練,給我們提升一下 我剛才說了,我們跳舞在星工廠 星工廠就是許願,而舞蹈塞就是林清鋒 我不知道你知誰是林清鋒?清鋒 就是幫我予年專排舞那個 90年代幫予年排舞那個 然後我記得有一天我又是上去訓練,清鋒在那裡 他見到我就不知道為什麼走過來跟我聊天 他說,你最近有什麼表演,想了什麼新事 因為他說話的態度是這樣,就跟他聊天 那是前輩來的,還是大師級 那他突然問了我一句 如果做舞台劇,我給主角你做,你做不做啊? 那我死都說做了,大哥 對不對?就算主角是要吃屎的,我也做了 對不對?就是你沒有機會 你知道,既然有機會,別人這樣問你 我做做做做,當然要做 那結果我的經理人打給我 他說,清鋒他自己想搞舞台劇 他真的找你做個男主角 那你做不做啊?但是沒有錢的 我沒有錢我也做了 那剛剛就overlap了,就是 STAR EAST餐廳準備要結束 我就開始在他那裡,就每天排戲 排那個舞台劇 那因為跟他接觸多了,他也知道我的情況 那清鋒就說,那不如這樣啦 你那邊解到藥的,你就簽給我啦 我幫你啦 那於是Terry 剛好就說,如果我有地方走 他肯跟我解藥 那我就去了清鋒那裡 就是跟了清鋒 跟著做完舞台劇 做完舞台劇之後呢,其實都是沒有東西做的 唯一一樣東西就是 因為我每天都會回去那個studio 他有很多那些跳舞堂的 我反而是他的人,我又不用付錢 那我就當做運動,也都當學習 我沒有東西做的時候,我就回去上課 那有時候他搞show,他就會找我做assistant 幫他做一些淋淋滋滋滋滋的東西 甚至乎排舞的部分,有些他會交給我的 那所以我開始就有一些接觸到 舞台上高的一些製作上的東西 我接觸到 而當時,亞洲電視其實原來有很多show 是給清鋒排的 包括當年的什麽十大電視廣告頒獎禮 總會有些跳舞,出場 那都是給清鋒排 那跟著,好了,講怎樣入亞視 就在01年的時候 01年年中 年中發生了一件事先的 那因為我知道我跟著清鋒 其實他都給不到任何機會我 那只不過就是,我因為他 可以接觸到這一行的人 因為他的connection都不小 那我記得01年的暑假 我就跟清鋒說 每年暑假都有些比賽 有些比賽,我就想去參加 但是你是我的經理人 那我也要問一下你的意見 你給不給我去 那當年分別有三個 一個就是新秀歌唱比賽 那時候華星都還在 新秀歌唱比賽 另外一個就是 當時有線電視還有一個叫YMC台 就是一個年青台 等同於現在J2 那他每年暑假都有一個主持的比賽 選擇主持的 而第三個就是 2001年其實當年有一個新的媒體推出 那個叫Road Show 是吧 Road Show也搞了一個叫聲級主持大舞集 其實都是一個主持比賽 就是這樣 那我跟清鋒說 有這三個比賽 我想去 那他就說 那你新秀的話 如果你新秀 就算你贏了 那你要簽華星的 但是你的合約在我身上 那到時都很難談的 不要了 有線電視人 那你電視台不一樣呢 他都是要你簽合約的 但是你的合約在我身上 不要了不要 然後到最後 Road Show 他說這個是什麼 我說沒有巴士 現在上面有個電視 那他就搞了個主持比賽 那巴士現在有電視的嗎 我沒有搭巴士 我不知道 隨便 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 你去吧 那我真的去了Road Show 去Road Show 我就很僥倖地 叫做贏了個比賽 你很僥倖的 這個世界上 八達通不會用到的 如果你沒有充值 怎麼用到 八達通 你聽到 有準備的 有準備的 八達通 夠了錢的 那個準備就是這麼多年的累積 因為那個時候的尺寸 就是每晚都要做 Performance 沒有辦法 這個 剛才你講了 很多東西都是 我們現在年輕人很計較 你很多東西沒有錢 你都肯做 你覺得那個機會 不怕錢 因為我看到前面 現在的年輕人計較 就是因為他看不到前面 如果我不把握這一刻的話 我連這一刻都沒有 但這個你懂得想才是這樣 因為我真的看到 我看到 叫做看到 是不是真的有 我不知道 我們休息一會 現在還沒說到他進了阿士 是呀 其實是應該我睡 你明白嗎 現在他睡 我變成得多好 你聽得多入神 是呀 我給你面子 是呀 你經常覺得我不可以扮 因為我不知道是多精彩 是呀 我們休息一會 喂 各位老友 經常叫你們點擊點擊 還有訂閱 訂閱 分享 不知道大家做了沒有 喂 這個訂閱制 你們搞了沒有 訂了沒有 不用說分享 已訂閱了沒有 訂了沒有 你們 跟著 喂 那個鈴鐺按了沒有 喂 很需要你們幫忙 小米 希望多些人支持 這個節目才可以做下去 無論是索馬利 小米聊天 或者小米講故 希望大家老友 幫幫忙 幫幫忙 謝謝 謝謝 我們這些就是電影 電影做法 有剪接的 我們要轉回去 叫別人不要說話 其實不要緊 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他繼續發展 說一點點 你為什麼會離開港台 我其實 其實發生了一件事 我知道 很多人都說 那件事就是 因為我去了電視台那裡 當時做一個節目的主持 其實簽我TVB五年的 做一些音樂節目 然後他們開始捧我 做一些綜藝節目的主持 港台就開始說我 他說 其實你這麼忙 有很多時間都要請假 不如就把自己那份 正職的工作 轉入part time 那我就說 那當然要兩邊 雨紅掌都要取捨一下 那怎麼辦呢 你想在電視那裡有少少發展 那你當然要放棄少少電台上的東西 你全輩的都是這樣的 蔡豐華 不知道為什麼他會跟我這樣說 蔡豐華 周慧敏全部都 黃凱琴全部都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 因為蔡豐華周慧敏 這些人 黃凱琴這些都是這樣的 全部那個電視發展好 外面唱歌好 電影好 就走了 所以他們就說了 開會的時候說了 以後都不會這樣去捧一個DJ 令到他們樣樣點 飯飯得這樣 噢這些短視 那不然他們就走了 噢 那所以那時候 我那個年代是這樣聽到 那我不知道現在新的一輩 會不會也是這樣的捧法 但是不知道了 因為他們的機會已經少了 那我就見到 我這麼好機會 我當然是嘗試在外面 做一些電視的東西 噢現在又不是沒有做電台 他叫我做兼職 我就轉了 那我轉了做兼職之後 他就分了我去做輕談淺唱不夜天 對於我來說 可能Ben會喜歡做 因為他可能懂音樂 但是我呢 是沒有經過專門的訓練 我不懂分音樂 什麼是Jazz 什麼是Pop 什麼是 我完全是Rock Ballet 我什麼都不懂 所以呢 怎麼辦 我要做一個音樂節目 還要通宵 還要通宵 還要播四個小時的歌 那我就把自己懂的歌 盡量排排 還有那時候有學過的 哪些是Dead頭 Dead尾 飛歐那些 怎樣去配搭 都有學的 那我就把自己 最擅長的東西 不如這樣 我嘗試把訪問擺去 輕談淺唱不夜天 沒試過 整天一至一天都在 不停播四個小時的歌 但是當時呢 互聯網已經開始流行了 那美國或者加拿大聽港台 就可以用互聯網去聽 輕談淺唱不夜天 就是他們的下午 那我就拿著這一點 在想 不如這樣 我就把訪問放進去 我就找鄭醫健 許智安 郭富城 很大呀 那些卡士 就幫我錄一些訪問 很短的 就是說你喜歡什麼玩具 問鄭醫杰 你喜歡怎樣出海玩 那將它展成了 每段三分鐘 就播他的歌 或者是配合其他人的歌 好像一個訪問 但是短短短短的 他說不行 他一定要我播歌講話 那我就會覺得 蛤 將我 你要講清楚這個他是什麼 監製 監製 他說不可以 因為輕談在香港 聽的時段是凌晨 那些的士司機很好 或者是那些人聽著來睡覺 聽著你睡覺 聽著你睡覺 那就是催眠 其實這個 你為什麼要播這個節目 播了一隻蝙蝦 是啊 我覺得是這樣 那就是 令到我最厲害的職業 就是去訪問 或者是一些聯繫 就斬散我所有的手指 他說不行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離開這個地方 因此就離開了 當時我媽媽鬧得我飛起 因為他說 你在港台做了14年 那時候14年 有政府工 他覺得是政府工 又是 外面覺得你是有這麼紅的DJ 為什麼你會離開這個地方 然後我一直都沒有出聲 到我隔一年 再給我全年的年薪我媽媽看 他說他要我做part time 媽媽你知不知道我一年賺多少錢 在港台 我給我媽媽看 是19,000元 一年嗎 一年 19,000元 我和我一個女孩 一年19,000元 我其實是不夠花 我不知道怎樣去生活 我不想再問家人拿錢 就是以前 剛才入港台的時候 我只有1000元人工 一個月而已 就是Ben說 兩萬元還要是 那些人走過來送錢你花 但是我不是 我是1000元一個月去做太陽計劃 做了兩年1000元 然後我那個監製就說 現在很開心 我加到你1000元人工 現在有2000元 謝謝 我做了四年 才去到4000元 是危丙囊 那時候最好的二台台獎 是加到我6000元 所以那時候已經做了六年 港台 六千元人工 是啊 所以離開也對 是啊 但是你 經常說做DJ出身 就會很難忘記做電台 是不是這樣 其實 我反而 我不知道 其實我沒有他的資質那麼好的 因為我不是考DJ訓練班出來的 我亦都沒有受過DJ訓練班的 就是傳統的訓練 所以我其實所有事情都是看別人做 然後看其他台灣節目 去學回來的 港台沒有人教過我的 是啊 甚至連剪帶呢 我會在周日豐後面看著他怎麼剪 一定是這樣的 然後 起碼你也會說 這裡 這樣切下去 這段東西 有個透氣位 有少少的去調 現在用電腦剪就更方便了 以前真的要用Open View 用錄音帶那些 沒有人教過我這些 有時候錄完訪問 死了被人罵出街的時候 罵到飛起 聽你講 做電台DJ都不是我們想像中這樣 那風光 表面的 所謂風光 就很辛酸 背後的真的沒有人知道 所以你說要自己 那方面都不成正比 你自己也知道 我不用說 我坎坷的 不過我不同 我沒有你們那麼聰明 你知道 我差點想說粗口 我喜歡搏口搏舌 你知道那些高層 聰明的人才會搏嘴的 不是的 你知道我們那些方丈多 你明白的 你明白的 你經歷過 你經歷過你就知道 那轉了做電視 是不是又平暴清雲呢 他去做電視之後 那些監製都很好 那段時間挺疼我的 那接著呢 又糟糕了 為什麼 我是剛剛經歷 是不是香港有幾個經濟的 突然間 衰退 那段時間 TVB說要剪輯人 要剪輯很多同事 譬如監製 幕後工作人員 以及藝員 我剛剛在那段時間 滿約 陳志雲就跟我說 陳志雲你說 你還說嗎 唉唷 他就說 所以是支援辦公 他就說 唉Kawai 外面這麼多工作 你不是一定要我們 就是TVB份工的 現在TVB裡面 很多人要救 那所以呢 我先救那些人 或者我遲些再簽回你 就是那些 哇這些就是百萬富翁 這些一萬元的問題 真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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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沒辦法 那邊又沒有約 那這邊又沒有約 那這邊又沒有約 然後電台又沒有做 那旁不旁徨呢 旁徨的 旁徨的 不知又死不去 也是上次說的 他說呢 我每逢 差不多有一個 即是絕路來的時候 是 他說呢 不知為何天 就會有人幫你一把 那在想著怎麼辦 是不是要出去打一份工 啊的時候 不知為何我去一個手影禮 他那個手影禮呢 就見有很多名色在那裡 但我突然有一間拍我 喂 Kawai 那我就想 哪一個 你 他就說 啊 你看不可以啊 謝謝你啊 幫我們做一些商場 event 這樣 我就說 啊 對啊 你是什麼小姐啊 然後就說 你好啊 他就說 你現在做什麼啊 我沒有啊 沒有什麼啊 他就說 喂 就這樣啦 我公司呢 就有幾個商場 你又認識那麼多人 又那麼多竅 你幫我想一下 節日活動 就是這樣 就去開始做一些製作的事情 接著是經理人生來開始 經理人生來都沒有開始的 即是製作的 做了製作先的 對啦 那這個去到這裡 接著又慢慢去亞洲電視 這個真的怎樣 亞洲電視啊 我看你很悶啊 又睡啊 沒有 不是啊 幾有趣味啊 你聽不到卡姐說的 哇 不是啊 我剃過瓶慘了 我看你不斷扭 這個好像賭神 即是怎樣可以扭轉局面 在那裡鑽然 然後怎樣進到 蕭生叔那些 if 怎樣進什麼 蕭生叔 蕭生叔 整個訓練班 是是是 好 怎樣進去訓練班 好 rollshow 贏了 贏了其實都不是有事做 沒有事做 我還記得 就是楊振耀和王桂林 即是他打電話給我 請我上rollshow聊天 那楊先生和王先生兩個就坐在那裡 那我就死小子 就坐在那裡 那接著 他就開宗名義 擺在那裡說 其實 我們不是想找主持 蛤 我們是一個宣傳 讓大家知道有盧信通這個平台 不過這樣 好像阿楊剛的 真的像阿楊剛的 不過這樣 我覺得你真是 很適合 不如這樣 之後看看有沒有機會合作 我們有節目對的 就找你 這樣 好了 錯了三四個月都沒有消息了 突然有一天 打電話 應該是王桂林 我沒有記錯 王桂林打電話 他說 現在我們跟某一本雜誌 合作有個節目 當然節目也有主持 所以希望你就可以上去他們那裡 試一試鏡 我就說 蛤?還要試鏡 他說 是的 他們要求要試一試 我還記得當時有間雜誌社拿著電話機拍攝我那個 就是Sunny Loud來的 就是攝影師 他自我介紹完一段 講一段之後 他說 對的 其實就是要找你這一種 結果 就找了李日朗 結果就找了李日朗 不過李日朗 他很幸運 有一間大公司願意簽他 和捧他做歌星 是的 所以他就入了英王 就是說他做了四集之後 他就英王簽了他 他就不可以再做了 臨時臨急 我還記得是誰打給我呢 就是那個節目的所謂導演 但是其實 他本來只是一個記者 公司突然扔電話機給他 喂你去拍吧 那他就背了這一塊東西 那他就說 糟了我明天就要拍 李日朗現在說不行 那怎麼辦 那公司就說 喂那時候見過這條粉搶的 你打給他吧 那他就打給我 那就開始拍roadshow 有一個節目 一個年輕潮流節目 嗯 兩百元一集嗎 算了 不是一次 兩百元一集 阿仰雲你那個後下 這個不是 因為他判了給那個雜誌 是那個雜誌給我 兩百元一集 兩百元一集 這個也是 那時候 其實說真的 真真正正 令到有人認識我 我第一次真的在螢光幕出現 是roadshow這個節目 所以我也都挺感激他的 是 我還很記得一開始就是 因為他每一集七分鐘的東西 那他就介紹三個項目 其實呢 我主要是去拍tet 那拍完tet之後呢 譬如我介紹這個studio 我就在我自己那裡 那個廠就拍了tet 不如我們一起去看看 那接著那個攝影師 其實有另外一天 就自己去拍了一些吉鏡 就是這樣了 我覺得那個節目好不好看 那我記得我開了兩天工之後 我就跟那個攝影師 就是跟那個導演講 其實我覺得呢 可以好看一些的 不如這樣吧 你去拍那些item的時候 我和你一起去拍 我直接在那裡介紹 那就豐富一些了 他說不是的 我拍一集 我才給你二百元 我還要三個item 就是你拍完的tet 還要走三個location 還要不是同一天發生的 那我免得你賺得笑千 就這麼麻煩了 我說不要緊 我想做好這個節目 嘩 這一下真是難 從頭到尾 可以想 第三次了吧 是 你看到三次 從來都沒有說 就是為了做一件事 從來沒有說錢的 真的 我心裡有少這兩百元的 我撐你的費 你當我是不是人來的 67元 去三個地方 平均都是67元 因為這個是老闆的問題 是 但是我跳回 現在是我跟你合作 去製造一個好看的節目 就是我想做一個好看的節目 多於去跟那個老闆計較那兩百元 所以我們就真的 好 沒有問題 我們就拍廚去做 我很記得的 只是做了三次 就是用這種形式做了三次 黃桂林又打來了 他說 喂 自從你加入了這個節目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你的問題 我們覺得好看了 本來就只是星期五播 他說他加到五六天都播這個節目 那我就開始在那裡 真的叫做 第一個知名度在那裡 我做了三年 做了三年 三年劇 跟亞視同步的這件事 好了 又說回亞視 我為什麼入亞視 我說過 我在清風那裡 跟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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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有一天,亞視打給我 他說,你是不是有誰? 我說,是呀 沒有,我們是亞洲電視打來的 就收到你的參加表格 就是參加我們的第三屆香港男士選舉 哇,什麼? 你參加過嗎? 我沒有參加過 沒有 然後他讀資料,你是不是有誰? 出身年月有身分證號碼 他說,是啊,但是我沒有 我不肯穿泳褲的 哇 然後他就說 不過,OK,不要緊 其實我們告訴你 其實我們這個比賽也取消了 因為其實 哈哈哈哈 你說什麼事? 你說什麼你取消了 這個很好笑呀,真是很好笑 01年,其實他真的有發展過這件事出來 說搞第三屆 有沒有報個名字呢? 但是,你聽我說下去 但是,結果我不知道他是沒有這個預算 找不到贊助 還是這個參賽人數不足 結果他們是沒有搞到的 有發展到,但是沒有搞到 那那個電話他打來做什麼呢? 他說,其實我們就取消了 不過,我們接下來會有一個叫做新型人演藝培訓計劃 所以,我看到你這張照片 我看看你有沒有興趣來參加 那我當然是死都說有了 他說,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就在哪年哪月哪日呢 就來到廣播到81號亞洲電視那裡 就進行面試了 那其實呢,我聽完這個電話呢 我一收線,我心一沉的 我撐你的肺子 我已經由九八年開始 接著又是林青鋒 又是這個表演比賽 我已經經歷了三年 到今時今日 我都還要去面試 哇,你好像沒有間道一樣 三年又三年 很有這種感覺 那結果,我還是去了 就是因為這樣,就被他取錄了 就進了一個訓練班 而進了一個訓練班,我剛才講過 訓練班都還沒畢業 就已經抓你去簽約了 應該你有些這樣說 就好像跑馬一樣 你超級的班 你已經有這樣的演藝的經歷 其實去到很多都是白紙 是,確實我 他有經驗 我是絕對超級的班 你又遇過那些高人 反而這樣,我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 你聽我講這個故事 你就知道我有多辛酸 那份藥一丟出來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們一樣有三十多四十人去上課 但就不是全部都有簽約 只有十七個人,我沒有記錯 無端端有一天打電話叫我 你現在立刻回來 我不行 你盡管,一定要回來 他不告訴我什麼事 入到房間,蕭生叔在那裡 然後黎文卓在那裡 當年的老闆封小平坐在那裡 封小平 然後就派一份合約 他看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你就簽了去 因為我已經不是簽第一份這些合約 所以我覺得都是幾個點 時間,錢 我看五年 一再看錢 你猜一下多少錢 給大家猜一下 2002年 2002年的3月 我還記得3月12日 沙士沒有? 沒有 3年沙士 三千元有沒有? 三千元,一個月 三千元就不止的 很開心的 多過只有六千元 六千元 但六千元是五年 這五年都是六千元 抵生六千元 抵生六千元 沒有啦 你是六千元 你做多少都是六千元 沒有計算 那又不行 沒有計算 然後我記得我問 我是不是五年都是這樣 當然不是的 其實我們每年都要更新 都會更新的 叔叔這樣說 還問黎文卓 是不是 黎文卓 我明白 我明白 但我說 合約沒有寫 你放心 做下去先 你大把機會 很有前途 然後我說 我可不可以回去想一想 我被他拋到 沒問題 但你要回去考慮一下 我們都可能會再考慮一下 但是你三千萬 我當時已經 開始不小了 都二十二三 二十三四 我想 如果我又錯過這個機會 我不知道 是不是又要再坐三年 至少我現在 雖然是亞軍電視 他不是冠軍那間 亞軍電視 亞軍 是的 但都叫做一個電視平台 我起碼 我這五年 我知道我這五年 都起碼有得做 有得曝光 發展是怎樣 我不知道 隨便簽 我就簽了 好了 那就講到這裏 因為時間到 我們要繼續排隊 剛剛這個時間 就是答正初一 好啊 空調語順 行得食得 睡得 站得 玩得又做得 總之樣樣得 什麼都得 當然還財就手 祝大家身體健康 想聽 肉支這個後事如何呢 就下集大結局 一個星期後 我們再和大家見面 下星期見 拜拜 拜拜 恭喜八izado 恭喜八rado 咪 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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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